能不能回忆一些 就是比较难忘的 或者说特别深刻的一些 说脸吧 因为演员最重要 其实脸是我们的本钱吧 对 很多人都都没看出来 其实我脸上总共应该有 缝过大概超过五十针 您的脸上缝过五十针 对 我这里打破了 就是一个很顿的一个食用罐 大概那么高 我弹在下面 它一倒下来 其实距离太短了 然后太快了 我只看到一个影子 我马上一打 马上一闪 对 所以它打到这里 在一个小岛里面 没有任何医生 礼拜天 那都上飞机了 在这两个小时的时候 收不到任何电话 你不知道怎么去找一个医生 也是我的朋友的朋友 他就说 我现在跟家人吃饭 在机场附近 刚好第一个一看 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医院 很有名的一个医院 整形科的主任 是我的医名 就马上去手术室 把里面的脂肪啊 肌肉啊 什么都剪掉 做了大概两个多小时吧 缝了三十多针 也不肯收我的钱 真的 真的我碰到很多好的医生 然后就马上贴了胶布 然后再坐飞机去现场 继续继续工作 继续工作 因为没办法 然后一直在补那个化妆品 有一点发炎了 真的拍完了那几天 然后回到香港 就找一个江辉医生去处理一下 然后还要拔线 然后那个医生说 哇 你找到什么医生啊 这么厉害 那么多针 可是从来没有人看到 对 看不出来 对 只是好像有一条小皱纹 对 我听到洪姐在我旁边说出这些经历 我真的 您在说这个过程中 没有说是多难受多疼 而是说 我当时处理完这个伤口 我接下来的戏怎么怎么办 我觉得是多么专业 和多么敬业的人 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我觉得此处可以有掌声 真的 过了就过了 有时候有一些困难 其实 我说小困难我碰太多了 反正我觉得真的上天对我很好 每一次受伤 都不会影响到我的工具 我是中国香港演员 车保罗多多指教 欢迎 我们也很有幸请来了 车保罗老师 在2023年 我多了个名字 下了头半头头 就就说你你你 你叫我去做清洁我最厉害 我太太是菲律宾 每天你都要说我爱你 i love you 你呢就是这个故事里的主角 啊 还有什么惊奇给我们 你会跟狗一块拍戏 我说我 什么你说 狗 本来等着女主了 哈哈哈 他就问有没有掉过弯呀 一去看 哇 多少尺啊 二十你说不怕是假的 哇哇哇 你的手贿 这个比黄金还要好 我觉得最重要的日子 我最后 할人都没有掉过弯呀 我最后一会都没掉过弯呀 我最后一会都会掉过弯呀 我最后一会都会掉过弯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